欧洲现在也跟美国同一个口气 就是高喊大陆生产过剩 现在它很可能就是要找出很多理由来 对大陆进行反倾销制裁 而这个制裁可能会让它的反倾销税率 会达到15%到30% 而美国已经开始对大陆关税大幅度提高 所以这些都对中国大陆未来 它的经济发展的动力会产生相当大 日本的债务虽然占的比重非常高 但是它大部分都是内债不是外债 因为外债你到时候必须要向国外偿还 你要债务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拿出真金白银来偿还 所以外债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内债相对而言是比较轻微 第二就是看你的外汇存底是不是足够 第三个就要看这个国家 它本身它的生产所得经济发展状态如何 如果经济发展 2024的话就是现在 现在其实来看的话 其实美国是123.3% 中国大陆已经到88.6%了 对 中国大陆就是这次房地产的破产 加上地方政府地方债务很高 这个是中国大陆它的政府负债升高的主要的原因 到2029年的时候 其实红色的是中国大陆 它的上升速度是最快的 代表说它这几年可能会需要花非常多的钱去撒币吗 来救经济 它现在已经在撒币了 那一直撒到2029 后面这个趋势就没有人 那如果美元再继续升值 当然会让更多的货币都贬值 而在货币贬值的时候 它的外债就变得更加沉重 可是这个就决定于几个因素 一个因素就是到底美国会不会升息 只要它升息的话美元一定在涨 第二个决定于就是 到底美国的国力跟其他国家相比它的强弱如何 到目前为止呢 好像 两个问题 因为有观众有提到他说 就是认为说现在市场有两种说法 一个当然就是景气很正常的复苏 然后降息循环 所以看起来经济会是往好的方向走 而且通膨也是趋缓的 可是另外一派的说法就是通膨会复燃 所以到时候这个美国的消费储蓄都见底 那商用不动产也可能会引发债务危机 加上选举这些因素 连准会可能会考量说 因为要选举所以是不是要降息 所以在这样子的忧虑之下 就是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通膨失控 然后升息 然后债务危机 这种种之下 就会造成全球的整个金融变局 非常的危险 所以他说如果现在的降息是债务问题 而迫使央行必须要降息 来增加流动性的话 那是不是感觉市场上会有很多的未爆单呢 那目前全球各国债务的情况是怎么样 因为全球到底要升息降息呢 是以美国马首之战 美国目前情况看起来经济很强劲 而且通膨好像并没有完全受到控制 所以美国应该短时间之内是不会降息的 如果美国不降息而经济表现又不错的话 它就是全球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持力量 所以现在全球其实比较担心的是中国大陆 其次是欧洲 欧洲的信息呢 我们上次也提到过 就是慢慢在好战当中 从德国开始看得出来 所以是一个好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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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 所以欧洲如果经济慢慢好转了 那现在中国大陆的情况如何 中国大陆当然它很努力地想要去改善它目前的状况 比如说它最近下了很大的力量 要把房地产要让它持血 要它往上拉 而这些动作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点正面的影响 I think one of the policy initiatives needs to be in creating alternative investment options because if there is an issue it's not that I mean there is demand for housing definitely still and people are looking to be accommodated in a way that's affordable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re's a lot of speculation and that's something which isn't necessarily healthy if it's too much of the driver of the economy so the government's still going to have to deal with this as an issue going forward because there is a recovery of consumer confidence it's gradual but it's steady and once people feel that the property market in their particular area has bottomed out they will start buying again 所以有可能就是房地产的危机 慢慢就缓和下来了 但是中国大陆今天面对的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联合他的盟友 对中国大陆的出口 做了非常严厉的抵制 而这个抵制呢 事实上就伤到中国大陆 他本身他的经济的动力 因为他的出口一方面 是带动很多产业的持续发展 一方面呢是增加就业 如果现在呢 他出口受到挫折的话 他一方面他经济要恢复动能 比较不容易 一方面他的失业问题也不容易解决 而美国跟其他的盟友呢 目前的对中国大陆态度呢 是更加强硬 美国的强硬是因为进入美国的选季了 拜登跟川普要竞选 而拜登跟川普竞选之后 他们发现呢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策略 就是打击中国大陆 因为如果拜登不打击中国大陆 而川普会严厉的打击的话 那拜登会失掉选票 所以拜登为了争取他的选票 他现在开始呢 在下重手 在打击中国大陆 他们也含了一项 我今天表明了 25%的抗争 电机利润或码的外国 因为我们不会让中国 尽管我们的市场 一个amega 计划 我们也会提升到二十五% 抗产磯的电机车轮部 由中国 抗产磯的明兰 在那些电机车轮部 各位 我会认为 他们的口感 会被美国的运动 成为美国的职业部 统一 确保 而欧洲现在的问题也是因为一方面美国在鼓励它跟它结盟 一方面欧洲开始面对大陆的电动车大量销售 而打击到原来它的汽车的市场 也使得它的电动车发展受到阻碍 所以欧洲现在也跟美国同一个口气 就是高喊大陆生产过剩 但是呢就是不管它对于生产过剩的定义如何 现在呢就是它很可能就是要找出很多理由来 对大陆进行反倾销制裁 而这个制裁呢可能会让它的反倾销税率 会达到15%到30% 而美国已经开始对大陆关税大幅度提高 所以这些呢都对中国大陆未来它的经济发展的动力呢 会产生相当大的伤害 所以中国大陆呢它本来是全球经济的一个动力来源 现在呢它这个动力呢慢慢的在萎缩下去 它会把全球经济也拉着往下走 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 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仍面临诸多困难挑战 所以全球今天真正要关注的 其实是中国大陆它未来走向 老师那像我们通常在看一个国家 它的承受能力都会去看说 它的总债务占这个GDP的占币 先生老师这是IMF的相关的数据吗 其实最高的目前看起来是日本 很惊人 所以老师那像这样子的债务数据的话 会有危机吗 还是说其实不一定 还是要分析它背后的结构 对 日本的债务虽然占的比重非常高 但是它大部分都是内债不是外债 因为一个国家它的国债会构成庞大的负担 有几个因素 一个因素就是它有大量的外债 因为内债到最后不会变成国际的问题 不会引来国际的威胁 但是外债就会了 因为外债你到时候必须要向国外偿还你要债务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拿出真金白银来偿还 所以外债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内债相对而言是比较轻微 第二呢 就是看你的外汇存底是不是足够 因为如果你有很大的一个一笔外债 但是你的外汇存底很多 所以将来其实这个外债倒是要偿还了 你可以用你的这些外汇存底的来抵偿 我们在1997年看到南韩的破产 南韩破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当时欠两多的外债 但是它的外汇存底不够了 所以最后它就破产被IMF接管 在金融风暴重极之下 韩元对美元汇率暴跌了34% 南韩的外汇存底一下子从300亿美金变成39亿 外债高达1768亿美金 必须在一年内偿还的短期外债 就有656亿美金 占了总体外债的36% 南韩失业率暴增 引发示威抗议的工潮 许多人随着金家大涨 只好变卖黄金来渡过难关 南韩政府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 IMF583亿美元的援助借款 中共花了三年才偿还完毕 所以今天你要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它的外汇存底能够持续它的外债到什么程度 第三个呢 其实不是看国家 看个人也是一样 你要看一个人他借了很多的债 他是不是进到一个很危险的状态 你要看的是他有没有能力还钱 而有没有能力还钱呢 通常决定于他有没有赚钱能力 他有没有生产力 所以如果他有很强的生产力 他可以得到很高的收入 他就有办法把这个债务还清 所以第三个就要看 这个国家它本身 它的生产所得经济发展状态如何 如果经济发展状态不错 那么即使外债很高 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所以日本一方面就是因为它的外债层底很高 一方面是内在很多 第三面就是日本经济慢慢 它已经步出它的这个失落三十年 开始慢慢的这个恢复成长 所以日本虽然国在多 但不是问题 所以这个情况如果放在希腊的话 问题可能就比较大 对 所以你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看 就是看它的经济情况 看它的外汇层底 然后再去观察 到底它的偿战能力是不是足够 那希腊目前情况应该是慢慢好转 因为在疫情过后 旅游进到一个新的旺季 而希腊又是一个以旅游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国家 所以希腊应该不止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意大利新加坡 新加坡它的这个债务其实占比也很高 所以还是一样 新加坡你不用担心 第二个就是它的经济很强 第二就是它的外汇层底应该不低 所以新加坡不管有多少债务 你都不需要担心 而且它要看它的外债有占比多高 所以老师像那个占比比较少的 就像是科威特 然后土库曼 土瓦鲁 所以看起来这些国家 国债占比比较低的原因是什么 通常国债比较低都是因为 它的财政的制度比较健全 政府对于举债的态度非常的慎重 所以它就会尽量地维持它的财政 不发生市值 而且尽量不向外举债 所以如果它一方面 它政府本身债务就低 另外方面它的外债很少 第三个呢 如果它就很庞大的外汇层底 它就丝毫的不是问题了 一方面的财务 一方面的财务 最大的财务 这帮助于是 12 to 15 percent of our income it was reduced to nothing so we ended up with a crisis going to present a series of uh fresh documentation actually fresh um guarantees to the imf and if those get approved then uh we're likely to see you know a certain amount of money flowing in from the imf before the year is out but whatever said and done i mean it's 51 billion dollars that's the 因為我們看斯里蘭卡 它直接就被列為沒有資料 因為它已經破產了 除了現在正式宣布破產的國家 斯里蘭卡之外 還有哪些國家其實是危機比較大的嗎 有一個國家很危險 阿根廷 阿根廷的問題是一個滿特別的問題 因為這國家原來是一個非常富有的國家 但是它現在發生問題的原因是 它不僅是有破產危機 而且它是第十次的破產危機了 El Estado Nacional no va a licitar más obra pública nueva y va a cancelar las licitaciones aprobadas cuyo desarrollo aún no haya comenzado como dije antes no hay plata para pagar más obra pública que como todos sabemos muchas veces terminan los bolsillos de los políticos y los empresarios la obra pública ha sido siempre uno de los principales focos de corrupción del Estado y con nosotros eso se termina las obras de infraestructura en Argentina serán realizadas por el sector privado ya que el Estado como dije no tiene ya plata ni financiamiento para llevarlas a cabo 所以會發生這樣的破產危機 是因為它整個國家的施政 有嚴重的失誤 一個失誤就是它非常不重視教育 所以教育制度非常的落後 因而使得它的國家 沒有辦法培育人才出來 沒有辦法培育人才 那當然你的科技發展 一定是嚴重落後 這是第一個 第二就是它的這個政府 在培隆當政的時候 它非常慷慨 變成一個福利國家 全民健保 全民國宅 然後全民的退休制度 所以它就等於是大撒幣 結果它這樣的大揮霍 就讓這個政府 它發生嚴重的失誌 它的收入無法應付它的支出 所以那時候它的危機已經種下來了 然後它後來 它又出現一些問題 它後來的問題就是 培隆 他把一些外國企業給沒收了 他把外國企業沒收之後 當然它打擊到外商的投資人員 所以外資紛紛退出 所以這個國家 它變成科技又不能夠發展 然後政府又隨便的揮霍 然後整個國家 到最後就迷雄財經 所以它現在 它的貨幣大貶值 通貨膨脹非常嚴重 這個國家才會發生 連續幾次的破產危機 在那裡 我看來是一種人的貨幣 我努力 但我沒有落下 不在下金錢 你讓人並不在貨幣 但不太會 你讓人都說 人們在下一個人 的人們 還要低 因為我 我估計 我賀1100萬元的 水之外 va不如, 水用的 $刀稍独就在 It'd 嘛,是很誇張 知道了,因為沒有人 沒有人,都是老年來 有很多人 嘗試用夠的 讓海角帳 比如對… 別乞了 謝謝全部往兒裡 但是不可能 大助理 老师 我看到IMF 它的就是中央政府债务的占比 其实是84.47 所以这样 这就表示问题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不在于它的国债有多高 而在于外债有多少 另外就是它也没有藏占能力 所以它没有藏占能力 而且它的外汇已经严重短缺了 它也没有办法用外汇来藏外债 老师 因为我看有个网站 它有做一些 就是几个主要国家的对比 这个IMF的预测当中 它就是列了几个国家 就是美国 中国 日本 德国 台湾 南韩 然后新加坡 法国 政府负债占GDP的这个比重 它这个是包括了地方政府 整体的债务的占比来看 其实目前看起来就是 日本是最高 像老师说比较没有关系 那再来其实高的就是 美国 蓝色是美国 紫色南韩 紫色南韩 所以南韩的债务其实也还蛮高的 第二条黑色那个是新加坡 而且这个是2029年 还不是现在 所以老师我们如果看2024的话 就是现在 现在其实来看的话 其实美国是123.3 所以中国大陆已经到88.6了 对 中国大陆就是这次这个房地产的 这个破产 加上地方政府 因为地方政府在过去一段时间 配合房地产的这些厂商 在大量的去圈农地 然后大量盖房子 所以地方政府的地方债务很高 这个是中国大陆 它的政府负载升高的主要的原因 孙老师那以这几个国家来看的话 就是像比较高的就是美国 中国 日本 然后 新加坡 对 德国 新加坡 法国其实也蛮高 所以这些国家其实都不会有危机吗 对不对 如果以刚刚那几个条件来看的话 对 这些国家里面 大概中国目前的问题比较严重 其他都还好 那中国问题就是因为它的这个 房地产的危机 加上它的贸易被打击了 所以它可能在 就是未来的赚钱能力这部分 可能就会问题比较大 因为它这个是有到2029年的预测 那我看它其实到2029年的时候 其实红色的是中国大陆 它的上升速度是最快的 代表说它这几年 可能会需要花非常多的钱去撒币吗 来救经济 它现在已经在撒币了 那一直撒到2029 就后面这个趋势就没有人看得出来 因为现在大家对中国大陆的前景 其实都是一般来说比较悲观的 所以目前对中国大陆的预设 我觉得都不是很准确的 就要看它的房地产危机 能不能够缓和下来 另外就是美国联合盟友 打击它的这个力量 会强到什么程度 还有就是它自己化解 它的这个科技产业的困境 它能做到什么程度 这是目前它的几大难关 这几个难关如果能突破的话 它的进行将来没有问题 问题是现在它正在面对这些难关 正在努力突破 所以未来情况还不得而知 老师 看完这所有的线当中 其实就是政府负债项比最低 其实是台湾 对 为什么 因为台湾的政府一向是采取 比较稳健的财政政策 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如此 今天也没什么改变 就是政府对于这个财政的赤字 是非常严格在控制的 所以台湾不会有严重的 这个政府赤字发生 因为我们常常看到电视新闻媒体 大家一直在骂说 我们又见很多赤字 好像我们很严重 可是其实看数据 其实还蛮轻的 就是因为很多人骂 所以才不会严重 也是很多人监督 对 所以我看所有的比例当中 其实如果到2029年的预测 我们的下降幅度其实是最快的 也代表说我们其实这几年 应该会是发展的还不错 经济成长率的状况会还不错 所以这个分母变大了 所以分子会变小 首先就是对IMF的预测 我从来都不给它很高的分数 所以预测到2029年 我觉得是有点太夸张了 远超过他们的能力 所以看看就好了 现在大家当然很关注的 就是讲到国家的债务 就会想到就是美元 因为很多人都是外债 外债就是美元的债务比较多 那如果在美国联准会 他们现在维持高利率的情况之下 如果开始降息之后 这些有危机的国家有救吗 还是说其实还是很难解 当然美国的美元 的确现在是全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极准的货币 那如果美元再继续升值 当然会让更多的货币都贬值 而在货币贬值的时候 它的外债就变得更加沉重 所以相对而言 如果美元不再升值了 或者进一步它开始贬值了 就会使得原来沉重的债务负担 能够获得减轻 我想这当然是一件 对全球来说比较好的事情 可是这个就决定于几个因素 一个因素就是 到底美国会不会升息 只要它升息的话 美元一定在涨 第二个决定于就是 到底美国的国力 跟其他国家相比 它的强弱如何 到目前为止 好像美国相对来说 是比较突出的 它比欧洲 比中国大陆 甚至比其他国家都好 所以美国目前 它能够保持这么强的国力 美元也不太可能会贬值 第三个 就要看全球对于美元的需求 会不会继续再减少 因为从欧欧战争以来 其实全球在去美元化 这件事情 有点在加速在前进 尤其中国大陆 不遗余力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去美元化 能够做得更明显 更成功 对美元的需求 更进一步减少 那美元可能就会 币值会往下降 所以这些因素 都会决定到底 将来美元会怎么走 不过在目前这个阶段 你看得出来就是 美国如果不降旗 然后它的国力 又相对于别的国家比较强 那美元就不会贬值 你也和我一样爱吃米食 面食 甜点 以及手摇影吗 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 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级好物 就是这个 每日完胜白胜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30分钟 一次吃两颗 吃大餐 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这一款 每日完胜白胜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柠檬红茶风味的 像这种夹链包设计 特别严选了北美优质白胜豆 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 以及GRAS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其实是很天然 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 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购 为自己的健康自信 以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是 记得输入推荐代码 因为会有额外折扣